你给你们的孩子报名参加一些课外活动了吗? 如果报了,你有给他们报了多少课? 最近我和我的丈夫经常聊起我们各自小时候 和小伙伴们在街道上面追逐在田野上面飞跑的那些美好的时光 与此同时我们又非常的感慨 现在的孩子活动也是挺多的 但是孩子们参加的活动都是有计划有安排的活动 比如说是足球,篮球,冰棍球之类的 而孩子们之间自己计划自发性的活动越来越少了 我个人认为孩子们之间这种自发性的活动非常的有意义 孩子们在这些活动里面能学到沟通,妥协,自信 最近我顺风耳听到我们家两个孩子这样的一个对话 哥哥想到外面去玩,他就邀请弟弟 当时弟弟说,不,我不想去 哥哥特别想出去玩 所以他就开始求弟弟了,哎呀,去吧去吧 这个弟弟看到哥哥在求他了,感到自己有点姿态了 就想着说,嗯,不,我还是不想去 哥哥求了几次以后,就开始也有点不高兴了 最后他就说不去就不去 一屁股就坐在沙发上面看书去了 这个弟弟一看哥哥坐下来,他马上就后悔了 其实他非常的喜欢跟大哥玩 他就跑过去跟大哥说,哥,我改变主意了 咱们出去玩吧 这个时候呢,哥哥又不太愿意了 他就觉得,我刚才就这么求你,你都不去 现在你跑过来跟我说去玩了 这时候呢,哥就说我不想去了 弟弟这时候他也急了 他就给他哥哥建议说 哥,这次玩什么你来决定好不好 就这样子,两个小孩子来来回回几个回合呢 过了两三分钟就一起高高兴兴的 又跑到外面去玩球了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孩子们自发性的活动啊 孩子之间通过沟通通过互相的协调 最后达成共识的一个非常好的例子 我总觉得给孩子的生活里面多留存一些空档的时间 让他们自己找些事情干去填补他们空闲的时间很重要 有时候不做任何安排 让孩子发闷发呆也是一件好事 在闷的时候,孩子会为自己做一些决定 比如说他可能会决定在家里看一本书 又比如说他可能会突发奇想的 找到一些什么新的创意 又或许呢,他们会去敲敲小伙伴的门 约他们一起出来玩 我经常在想,我们做父母的 不需要为孩子的24小时全部负责 有些时间我们可以交回到孩子的手上 让他们学习如何为自己负责 偶尔我们家的孩子也会发牢骚,痒痒 妈,很闷啊,我不知道该干什么好 我的经典回答就是说 我也不知道,你自己想想看